关于逐多项色的题目,这类型是相对比较基本的 它是给了多项色,然后就说它可以被x加2整除 意思是当我们这个几数除以x加2的时候,余色就会等于0,这就是整除的意思 另外,我们如何去演绎余色,就是根据余色定理 这个就是原本的几数代一个适当的x就是负2 如果我们代入了适当的x,整除部分就会不见了,就会只剩余数 右边就是0,所以它含义就是f2等于0 做熟后应该要看到这个就直接写f2等于0 这些是为了解释清楚 进行写f2的计算,即是f2等于3次、n2次、n2次、n81分比较 所以結論是-8m 加 4 n 加 2 n 等於 m 等於 0 你看到這條式有 m 又有 n 意思是單憑一條式 我們無法計算出一個特定的解釋 但我們先整理好它 即是-7m 再加 2 n 等於 0 同樣道理 下一句就是當 f 除 2 x 加 3 的時候 餘數就是-10 所以餘式根據我們餘式定理 就會寫作 f 代替一個適當的 x 令到除色等於 0 就是-3 所以我們這次是代替負 3 進去 這樣會等於負 10 下面的讀作都一樣 只不過是這次代替負 3 而已 繼續計算就會得到負 27 m 加 9 n 減 3 n 加 m 等於負 10 最後整理一下負 27 m 加 1 m 等於負 26 m 正6 n 等於負 10 剩下的過程你喜歡用計算機也可以 因為這個應該都是甲2的題目 沒有什麼步驟分 又或者是你自己計算也可以 如果我計算的話我會用消緣法 首先我想把 2 n 變成 6 n 因為我覺得是方便的 7 和 26 變成一樣 只要把 2 x 3 就會變成 6 所以我兩邊乘 3 第一句就會變成-21 m 加 6 n 等於 0 下面是照抄的 就是用乘 4 和 1 等於方便會用作 cu 了 最後我想做相減 因為不同項相減會是 0 嘗是同樣的相減會變成 0 要考慮方程1 減方程2 考慮方程1 減方程2 所以我等號-21 m 減-26 所以我把 4 を等號-21 m 減複 26 6 n 減6 n 就會變成 0 所以我們要用同 0 和 方程度3 等於負 16 n 的方便會變成 0 所以2面除5,m就等於2 位置計算完一個 然後下一步就是將其他顏色抄出來 我覺得這個顏色很簡單,所以我用這個 因為負7m加2n已經知道是等於0 我更新回,m是2 負14加2n等於0,即2n等於14 兩邊除2,n等於7 所以我們已經完成了A部分的答案 n等於2,n等於7 B部分就是要分解 當我們知道了m是什麼,n是什麼 即是我們知道了全條式 2x3次,加7x2次,加7x2次,加7x2次 什麼是分解? 以此即是寫到明是什麼 這樣就分解了一次 當然要留意有沒有再分解 看回題目 其實它有給了其中的因素 就是它可以讓x加2整除 即是如果你想寫到什麼 其實它同時也暗示了給你 x加2是一個因素 我們要介紹剩下的因素 如何計算呢? 就是靠除法 例如12,我告訴你3是一個因素 你如何計算另一個呢? 就是3乘4 你如何得出4呢? 就是靠12除以3 所以我們就在草稿做除法 除法就跟小學做的沒有分別 相對還會簡單一點 不用借位 2x3次除2x 2x3次除2x 就會變成x2x2次 所以寫在這裡 然後2x2次 乘回我們除色 計算了哪部分 所以是2x3次 再加2乘2 就是4x2次 留意到這兩個當然要是一樣 要是你除完再乘回一個 然後就計算了 剩下多少是還沒計算了 7x平方 再減去4x平方 就是3x平方 為之做完了一個循環 然後下部份也是一樣 3x平方除x 就變成正3x 3x平方再加3乘2 2 就是6x 計算了多少 7-6 就是剩下1個x 後面再加2 最後的部分 x除x是1 沒有餘數 即我們的計算是正確的 2x2次加3x加1 不過就算你計算到有餘數 也勉強寫下去 因為它是有步驟分的 但是做下去的時候 也要留意 這個估號有否再簡化 現實就是 這裡是可以再分拆開兩個估號 如何分解它 就是用交叉雙乘法 一個2次方的銜數 要因色分解 首先想有沒有公因 在這裡是沒有公因 那它是否是恆等式 2不是平方數 所以沒有恆等式 我們就要用交叉雙乘 我們要想一下 什麼乘什麼是2x平方 就是2x乘2x 同一時間 我們又要想一下 什麼乘什麼 會出到正1 例如我們先試一下 正1乘正1 我們最後要做一個步驗 去驗證一下結果 和中間的這個混合 2x乘1就是2x x乘1就是正1x 所以最後的結論就是等於3x 即是符合我們這個估算 所以我們的結論就是2x加1 和x加1 為之完成了整個題目 說了一題 第二題也是熟習一點 各方法也是大同小異 題目說 它可以比x-1整除 意思就是想表達F1 是會等於0 同一時間 如果除以x加1 即是餘式就會是F-1 那餘式就是4 那我們就做這個 又一樣 用原本的顏色 今次是代1 做一點點簡化 3加4 減P加Q 等於0 即是負P加Q 是會等於負7 整理好的第一條顏色 就做第二條顏色了 所以這條顏色 我們就放負1 進去 就會變成負3 然後加4 加P加Q 小心點 不要寫錯 P加Q 這裡就是正1 調過去就是減1 所以4減1就是3 所以調過去就是兩邊減1 然後整理好 就兩邊拍在一起 負P加Q 是等於負7 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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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部的分數 都是負7 如果計算一個 就是另一個 明顯這條顏色 relatively簡單 因為 P加Q 是等於負7 即P加負7 負7 兩邊加2 P等於負7 之后就把它分解 fx 就是3x3x4x2x-5x-2 这个就是它真正的样子 要分解它的话,什么成什么呢? 起码我会知道它是x-1整除 但到底剩下的另一个因素是什么呢? 就要靠除法 酷5x3x3x-2x-2 coup了,3x3x-2x-3x-3x-2x-3x-3x-2x-4x-2x 会非常被 갈자 所以是7x 平方 到最後負5-負7 如果不肯定就在另外再寫 負減負7就是負5加7 這是2 所以2x 除以x 就是正2 沒有餘數就為之做完了 所以這個相式 就是3x 二次加7x 加2 然後再考慮有沒有辦法分解這個 在這裏是有的 3x 二次乘3 即是3x 乘x 我們先試一下 例如我試一下正2乘1 驗算一下 3乘1就是3x x 乘2就是正2x 加上就等於5x 跟中間這個不吻合 即是這個猜測是錯的 做錯了就再試試另一個組合 好 留意7是相對比較大 所以應該是3乘2才夠大 上面放1再試一次 3乘2就是6x x乘1就是正x 加上就是7x 即是正確 所以答案呢 2個顧好 第一個因素就是3x加1 第二個因素就是x加2 請大家不必做熟 最基本限度就是看到 可以被x-1整除 立即寫到f1等於0 如果可以被x加1除的時候 預算是4 即是f-1等於4